宗徒大事录 第二十章 暴动平息后,保禄便派人去叫门徒们来, 劝勉一番,就辞别他们,出发往马其顿去。 他走遍了那一带地方,多方劝勉信徒后,就到了希腊。 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当他正要乘船去叙利亚时, 犹太人却设计陷害他,他遂决意经马其顿回去。 伴随他到亚西亚的,有贝洛亚人披洛的儿子索帕特尔, 德萨洛尼人阿里斯塔科和色贡多, 德尔贝人迦约和蒂茂德, 还有亚西亚人提西科和特洛斐摩。 这些人先去了,在特洛阿等候我们。 至于我们,吴教节后才从斐里伯启航, 直到第五天才抵达特洛阿, 到了他们那里,在那里住了七天。 一周的第一天,我们相聚掰饼时, 宝禄便向民众讲道, 因为他第二天要走, 所以把话脱长,直到半夜。 在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 有许多灯。 有个青年,名叫厄乌提河, 坐在窗台上, 因宝禄讲道稍长, 就沉沉欲睡, 急至熟睡后, 就从三楼跺下, 扶起来时已经死了。 宝禄下来, 扶在他身上, 抱住他, 说, 你们不要慌乱, 因为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呢。 随上去, 掰开饼, 吃了, 又谈了很久, 直到天亮, 这才出发。 他们把活了的孩子领去, 都非常快慰。 我们上船先行, 直向阿索航去, 要从那里接宝禄上船, 因为他这样规定, 自己要走陆路。 当他在阿索与我们会合时, 我们便接他上船, 来到米提泪奶。 从那里航行, 次日到了西约对面, 次日再向撒摩驶去, 次日就到了米泪托, 因为宝禄已决定驶过厄弗所, 免得在亚西亚耽搁时间。 原来他想赶程前行, 假如可能, 愿在耶路撒冷过五旬节。 宝禄从米泪托打发人到厄弗所, 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到了他那里, 他便向他们说, 你们知道, 自从我来到亚西亚的第一天起, 与你们在一起, 始终怎样为人, 怎样以极度的谦逊, 含着眼泪, 经历犹太人为我所设的阴谋, 而忠信侍奉主。 你们也知道, 凡有益于你们的事, 我没有一样意会而不传给你们的。 我常在公众前或挨家教训你们, 不论像犹太人或希腊人, 我常苦劝你们悔改, 归向天主, 并信从无主耶稣。 看, 现在我为圣神所束缚, 必须往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要遇到什么事,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圣神在各城中向我指明说, 有锁链和患难在等待我。 可是, 只要我完成了我的行程, 完成了受自主耶稣叫我给天主恩宠的福音作证的任务, 我没有任何理由珍惜我的性命。 我曾在你们中往来, 宣讲了天主的国, 但现在, 我知道你们众人以后不得再见我的面了, 因此, 我今天向你们作证, 对于众人的血, 我是无罪的, 因为天主的一切计划, 我都传告给你们了, 毫无隐晦。 圣神既在全群中立你们为监督, 牧养天主用自己的血所取得的教会, 所以你们要对你们自己和整个羊群留心。 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 将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 不顾兮羊群。 就是在你们中间, 也要有人起来讲说谬论, 勾引门徒跟随他们。 因此, 你们要警醒, 记住我三年之久, 日夜不断地含泪劝免了你们每一个人。 现在, 我把你们托付给天主和他恩宠之道, 他能建立你们, 并在一切圣徒中赐给你们四叶。 我没有贪图过任何人的金银或衣服, 你们自己知道, 这双手供应了我和同我一起的人的需要。 在各方面, 我都给你们立了榜样, 就是必须这样劳动, 辅助病弱者。 要记住主耶稣的话, 他说过, 施语比领受更为有福。 说完这些话, 便跪下同众人祈祷。 众人都大哭起来, 并浮在保禄的景象上口亲他。 他们最伤心的, 是为了保禄说的这句话, 以后他们不得再见他的面了, 他们便送他上了船。